发明滑轮的人真是个天才啊 只需一个简单的轮子 就能让你节省一半的力气 如果你要提起100公斤的重物 就需要对它施加1000牛的力 如果给它加上一个这样的滑轮装置呢 抱歉 此时还是需要1000牛才能将重物拉起来 由于多了轮子和绳子的摩擦力 可能需要1.1000牛才行 这是因为这个滑轮只改变了力的方向 并没有改变施力的大小 所以并不能节省力气 但是我们将滑轮换个方向呢 此时力的方向没有变化 但是下面1000牛的重量 被上面两根绳子承担 每根绳子都承受0.5000牛 因此只要0.5000牛就能将重物提起来 再给它增加一个滑轮 就能改变施力的方向 但同样需要0.5000牛 如果还想更加节省力气呢 很简单 再给它增加一组滑轮 相当于使用四根绳子平均分配 这样只需要0.25000牛的力 就能将重物拉起来 如果想节省空间 还可以将滑轮组进行合并 这就是滑轮的工作原理 你学会了吗 这就是滑轮的工作原理 这就是滑轮的工作原理